我這樣閒聊OK嗎? 突然覺得這樣會不會整個影片有點沒有重點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我覺得它就有一點蠻標準是這一類型的 我的鞋關好明顯喔 我一直都覺得我很像那種生化人 就是我會覺得管別人屁事 不要管別人怎麼想 因為是你的人生不是他們的人生 就是這個感覺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禮拜的Doreen What's It Up 我是Doreen 那這個禮拜呢我是想要來分享我上禮拜有提到的 一棒一卷的卷頭髮的方式 那我想說我可以邊卷頭髮邊跟大家閒聊 在我開始分享卷頭髮之前呢 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換新電腦了 我換成了MacBook Pro的16寸 那我選的顏色是Space Grid的顏色 因為我覺得它有一種神秘的美感 大家也知道我舊電腦非常舊嗎? 是2013年的MacBook Air 那它其實你要用來看影片啊 或者是做一般的上網 它是都沒問題的 可是像我要用Premiere這影片 它就是完全跑不動 所以我現在換新電腦它一切都非常快 我就覺得很開心 雖然它確實是不便宜 可是我覺得它非常值得 其實呢要換這台電腦也真的是一波三折 因為我是想要把我的舊的電腦trade in 然後直接折價買新電腦 所以我想說我本人親自去Apple Store一趟會比較快 就上網約了一家離我家最近的Apple Store 我約了一個Shopping Session 想說我這樣到可以直接買 就不用在現場等 減斷我在外面的時間 我就約好了 但在我要去的那個禮拜的前一個週末 大家都應該有在看新聞 都知道美國這陣子一直持續在進行就是黑人示威遊行的運動 那有一些是近的示威遊行 但有一些人就是會打著黑人運動的名義 但是實際上卻去行搶啊或是洗劫商店或是破壞建築物 我的每個州的狀況現在不太一樣 有些州是已經比較冷靜下來的 但是有些州或是有些城市就是還是比較嚴重 芝加哥就算是還是比較嚴重的城市 所以我要去的那個禮拜的前一個週末 我要去的那家Apple Store就被搶了 就關門 那它一關門當然我約的時間就不算數嘛 所以就變成是我要重新上網 找另外一家Apple Store約時間 前前後後又拖了一個多禮拜 我才去一家離我家比較遠的Apple Store把電腦買到 那雖然說最後還是電腦有買到啦 可是就會覺得說不知道這種 真的可以說是沒有法治的狀態 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結束 那就開始捲頭髮吧 那如果你有習慣梳頭可以先把頭髮梳一梳梳開 但是因為我沒有梳頭的習慣 所以就就是這樣 那就電捲棒預熱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 我用的電捲棒呢一樣是 38mm的這一支 那頭髮全部往後撥 要捲的頭髮拿出來 那頭髮要抓多抓少就看大家 我就抓這樣 好 一樣就是把電捲棒打開 頭髮放進去 從上面一點開始 然後停個15秒吧 這樣子把它繞開 有嗎 然後再繼續往下捲一捲 再等個15秒 然後再這樣 放開 再繼續往下捲 再放開 再繼續往下捲 再放開 我自己是覺得 這個捲髮會比我之前的日常捲髮 再花更久一點的時間 然後最後就放開 然後就不要動它 我就先讓它這樣 再抓另外一搓出來 繼續捲 其實呢 我最近在準備要搬家 那時候我捲髮就都一模一樣 只是就是分搓把它枕頭捲完 就這樣 我最近就是要準備要搬家 就有開始在賣一些東西 我的玩具 因為我之前有收集玩具總動員的 那算是玩偶嗎 就是一些巴斯光年 因為我很喜歡巴斯光年 巴斯光年啊 然後我也有胡迪 那隻暴龍 跟彈簧狗的一些玩具 可是因為要搬家是真的帶步驟 所以我就已經有開始在網路上賣 那我之前說過我就是很不喜歡改變 尤其是搬家這件事情 就是應該沒有人在喜歡搬家吧 非常麻煩的一件事 所以心情又有點煩躁 因為一堆事情要做 那要搬去哪呢 就請容許我暫時賣個關子 因為我不是很想在搬家之前就先說 我搬到定點之後 一定會跟大家做近況的更新 那瀏海呢 就一樣最後的時候再捲它 我上一次錄 30 facts about me 那支影片 有一個網友留言說 他想知道我是怎麼從混沌的那個狀態 變成現在這樣 比較舒適狀態的自己 那其實一直都是一個很討厭 心靈雞湯類的文章或是影片的人 因為我是一個自我意識還蠻強的人 所以我很討厭別人跟我說 叫我要怎麼做 我就會覺得很反感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方式 我自己會figure it out 就是我不用你告訴我怎麼做 所以我比較偏激一點 我從來沒有想過說 要分享這種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是比較個人的 就是我覺得每個人不一樣啦 因為有這個網友這樣問我 我想說我可以簡單的講一下 那當然這只是我自己的經驗 跟我自己的感覺 我不是說要你們覺得說 我講的就一定是對的 因為畢竟我也不是什麼 結束或成功的人士 我就只是一個平凡人 做是一個故事聽聽 然後可以參考 我覺得在台灣的小孩啊 都會比較慢熟一點 因為台灣的家長都保護得蠻好的 沒有壓力的時候 其實你很難會去想到這些有的沒的 你會覺得每天都很快樂啊 無憂無慮啊 我可能只要認真念書 甚至是認真玩樂就夠了 你根本也不會去想到說什麼 我想要做什麼 我想要什麼 所以我覺得 現實跟年紀也有蠻大的關係啦 像我那時候就是 真的開始工作才知道說 錢有多難賺 以前 你拿爸媽的錢的時候 你根本不會有這種感覺 你就會覺得 我要就會有 但你沒有想到說 有辦法擁有的東西 是什麼東西換來的 所以我覺得很大一部分 我會開始想這些 是因為我有開始工作 不然之前我也就是每天 我媽曾經說過我一句話 她說我就是 好像 那個成語叫什麼 冠詩等死嗎 是這個說法嗎 就是她好像很嚴厲的唸過我 因為她覺得我生活沒有目標 不知道在幹什麼 所以剛畢業那幾天一直很想出來 就是因為 我真的是一個非常廢的人 以前在台灣 現在也是也沒有多好啊 但有比以前好 我以前在台灣的時候 我是一個很沒有用的人 我是連洗衣機要怎麼用 應該怎麼說 也不是說要擺脫我媽 我很愛她 而且我其實 樂於當個媽寶 可是我知道 中衛天雷斯奇想辦法成熟跟獨立 因為我媽不可能陪在我身邊一輩子 一開始先是瑞士嘛 我有講過 然後後來才 到美國 因為美國對我來說比較簡單 我沒有國籍的問題 因為我從來沒有離家過 我大學都也是住家裡 所以那時候對我來說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我又是一個很 我蠻怕孤單的一個人其實 我剛到的時候是直接開始受訓 就沒有時間在那邊覺得空虛寂寞 覺得冷 我真的開始有感到說 一個人的孤單 是我從達拉斯被分發到芝加哥之後 那時候分發到芝加哥 我們班有幾個 好像有六個同學是一起從達拉斯來芝加哥的 那我有跟那時候我們班一個 我受訓的同學 我覺得她是一個韓裔的美國女生 我們就說好要一起在芝加哥找房子住 就是我們要當室友 那她在訓練的時候呢 人非常好的女生 那結果呢 來到芝加哥之後 一切就有一點風雲變色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句英文的說法是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我覺得她蠻標準是這一類型的女生 就她在受訓的時候的樣子 跟她後來離開訓練中心的時候 完全是不一樣的人 那我們那時候剛到芝加哥的時候 我也沒有車 她有車 因為她是St.Louis來的 所以那時候剛到芝加哥的時候呢 就是都是她開車 她每天都給我臉色看 她都臉很臭 我們一開始剛到芝加哥的時候 暫時住的那個房子 比較偏遠一點 附近走路要走15分鐘才到街運站 附近也沒有 商店沒有 餐廳都沒有 就是一定要有車 那我都要靠她 因為我出不去嘛 我有人生地不熟 可是每次我問她說 欸要不要去買晚餐 都會非常不耐煩 然後很凶的跟我說 等我一下 就是我還沒好 就是她就突然變得非常 暴躁不耐煩 跟態度不好 跟在受訓的時候完全不一樣 我不是說要講說我多可憐 或是我被欺負 就是那時候會覺得特別辛苦吧 因為我剛從台灣來 然後以前都不熟 就一個人 原本以為說遇到一個 還不錯的室友 結果也跟我想的不一樣 那我們後來當然就 有一點不歡而散啦 我們一起住了好像一年吧 中間也有發生一些 就是不開心的事情 原本後來就是她也搬走了 我們就沒有一起住了 我一直都是一個 我不太在意別人怎麼想的人啦 以前年輕的時候會比較在意一點 被誤會很想要 會慌張的想要急著解釋啦 但我後來長大發現 有些人是真的誤會你 就是你們之間是真的有誤會 發現有些人是故意要誤會你 就是她就是看你不順眼 那這種時候是你怎麼解釋也沒有用的 所以我後來覺得 那邊有一些好朋友 那他們了解我 知道我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我其實還有一個 算是人生作用 作用名嘛 就是我會覺得 管別人屁事 這樣講有點難聽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 你真的不用管別人怎麼想 因為今天生活是你自己的 人生是你自己的 你今天做了決定之後 後果是你要自己承擔的 不管今天是好或壞 那你今天如果 聽別人幫你決定 或是依別人的感覺 或是想法再做決定 那那些人也不會幫你承擔後果 我不是說你要完全不聽別人的意見 固執也不是一件好事 你可以聽 但是最後你要做你自己想做的決定 因為別人無法幫你過你的人生 這是我的感覺 如果你秉持的這個原則 你只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算今天後果不好 你要自己承擔 你也會比較心甘情願啦 這是為什麼我說你要做你自己想做的決定 不要管別人那麼小 因為是你的人生 不是他們的人生 小時候的自己沒有很了解自己 會去想要一個自己不是那樣的人 我可能覺得說這個人我覺得他很酷 我就會很想要變成他 就是做跟他一樣的事情 長大之後發現說 我就是我啊 我勉強不來 你要誠實的面對自己啦 譬如說今天人家說 我很難很難親近很難相處好了 我就會覺得 對啊 我是啊 當你大辣辣 然後你很直接的承認 你的可能算是比較缺點 或是你的比較不好的 那部分的個性的時候 如果說今天你自己有去承認說 我就是這樣 這是我的個性的缺陷 那別人也不能怎麼樣 因為沒有人是完美的 這樣邊閒聊 頭髮好像就夾完了 好 先全部剝到後面 然後我們來夾瀏海 那瀏海的夾髮呢 就是跟你全一樣 閒聊的時候 頭髮一下就夾完了 然後一樣 頭頂的部分呢 還是可以夾一夾 就是跟之前日常人髮分享的 步驟是差不多的 我先把它剝開好了 這樣我才可以更好看到哪邊沒有夾好 那要剝開之前呢 一樣就是 我會拿一點點髮油 不能多喔 我的髮量我大概是幾架 摔一摔 我通常都會這樣繞 然後加強在比較髮尾的部分 因為髮尾容易比較乾 它的捲度就是比較小一點的捲度 好然後我們再繼續把瀏海夾完 這樣差不多了耶 頭頂的部分可以再加強一下 頭頂的部分可以再加強一下 我覺得差不多了 就這樣 然後就做最後的把它剝鬆 我是真的覺得這個捲度跟我以前捲的 的效果很不一樣 我以前是大波浪 但現在就會變成是一個比較密 比較小的一個捲度 那就是看大家的需求跟喜好 但我覺得有時候換換風格也是一件不錯的事情 今天廢話了很多 謝謝你們聽我廢話 因為我其實有一點點快要不知道要錄什麼 那我那天有上網去問了網友 看大家有沒有特別想看什麼主題 那非常謝謝你們 給了我蠻多的意見 但是有一些我現在真的就是無法做到 像譬如說想要看我在外站的一日行程啊 或者是飛行日記 那因為我現在正在請長假當中 短時間之內也不會回去飛 所以像飛行相關的這種紀錄我沒有辦法錄 其他的主題我會想辦法完成 我其實有想做一支影片 是我的英文學習經驗分享的相關影片 那我其實有開始錄了 一直持續難產中 我自己錄了一下下 然後突然覺得說 欸好像有點無聊 就不確定大家會不會想看這種主題啦 那因為我的英文其實不是土法鏈鋼來的 我之前有說過我在美國出生嘛 那雖然說我是在台灣受教育台灣長大的 但如果硬要說的話 英文是我的第一語言沒錯 因為我在我媽媽肚子裡面的時候 聽的就是英文 那生出來的第一個環境也是英文的環境 我雖然不知道到底這件事情 跟我的英文程度有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確實是我的語感天生比較好 所以我其實沒有說什麼死背過英文 或者是有什麼秘訣有什麼口訣可以分享給大家 但我自己回想 我是覺得我真的看很多書 我很喜歡看書 從小就是 中文英文都看 那還有我聽很多英文的廣播跟Podcast 還有我看很多英文的劇跟秀 所以我想說我或許可以 這個切入點來跟大家分享 這也是一個很多人很常問我的問題 就是我怎麼學英文的 或者是 就是英文之類相關的問題 是我很常收到的私訊 所以我才想說那做一個影片來分享 我是想說我可以介紹我喜歡看的書啊 或者是我喜歡聽的廣播Podcast 或者是我喜歡看的電視劇跟秀 我想說我可以大概分個兩集來錄 第一集可以先講書 我自己是蠻樂在其中的 因為我很愛書 所以我有很多話可以說 所以這支影片就還沒有完成 所以我想說可以趁這個機會 順便問一下大家的意見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有興趣看我 分享英文學習相關的東西 那如果有的話 你們就留言跟我講 我或許就會比較有動力 跟比較有信心 把這支影片完成 好 講這麼多 今天重點是要分享卷頭髮 那就是我卷完的樣子 好啦 那這就是這個禮拜的影片 卷頭髮分享 希望你們還喜歡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 跟訂閱我的頻道 有任何問題 或者是有想看什麼主題都拜託 也歡迎你們留言跟我說 那我們就下個禮拜五見囉 掰掰 我們到家